他這兩個球員的確是有一定的默契的 再看一次 其實這個譚茉士一拿回轉頭 糟了,轉不到身 但是他亦給李劍和完成一次射門的過程 可惜李劍和當時就越了位球證 亦給了這個越位球 繼續中圈落 這個黃濤這個高佬壓住 但是最後不行 好了,彈彈給陳志康 陳志康夠努力 拿回球,接著起腳 初段藍華打得不錯 事實上在當晚旺角場 很多球迷入場替藍華打氣 所以他們的球員打起來 亦特別是落力,特別是醒神 雖然藍華這場球 其實都未用盡他們所有的軍力 很多主力球員都根本不可以考慮 好像歐偉倫現在還養傷 這部來拉傷大嘴 山途斯比賽前的兩天又是傷了 所以在實力方面 他們是削弱了 同時教練黃銀鎂在這個情況下 亦都沒有什麼選擇 只可以派出一個叫做地莊的陣容 對付這支 目前在隔壁聯賽領先的球隊 是大連萬達的 南華的後備方面的陣容 通通都是年青沒有什麼經驗的球員 都迫著要拳衝後備 仍然是上半場的比賽 還未打開紀錄 有見到這個黃鵬帶了陳一比比前面 大家誤會之下就沒有辦法追回這個球 滾到南華禁區裡面 南華的守護員陸家榮 就用腳撈了慢慢來 譚伯士這場球是南華的隊長 球證吹罰陸家榮可能拖延時間了 沒錯 慢慢拖延時間 因此判罰一個間接最後球 一射散 散到顧錦輝 接著復出的顧錦輝一頭搖出禁區外面 一看楊正光追不到這個球 被對方拿到 幸好對方的一個橫拳 也傳了球到橫邊 繼續比賽 岑哥培很努力 拿回那個球 接著咬腰轉身 第一個過頭的球 譚拔士一刃 回來救球的朱曉冬 一刀把球刃了出去的底線 這個就是大連的教練 慈尚斌 以前亦是中國國家隊的國腳 譚拔士這個頭錘 批低一點應該是有機會 看看這個球 譚拔士頭錘一批 批高了多少 眉頂是滾出的底線 還有一次慢鏡看楊正光 先開出這個角球 被譚拔士一人從中頂到這個球 但是頂高了 南華在上半場的勢打得非常之好 亦爭取過不少次迷門的機會 例如 較早之前的李建和赦姐也犯月位 看陸家榮厲害 這下當然不能用手 要用手就出場了 要逼著頭錘 頂這個球 陸家榮升起 頭錘一頂 把球頂橫 稍稍解圍 繼續比賽 好了 靠密事就死亂了 一丁丁丁過來 陳志康得住先 頂去細細 最後都躺下了 我的屋子 剷給了楊正光 楊正光 比前脫掉了 看這個我脫掉了 大聯隊被人一逼 又失了 這個岑盤位 直線有沒有越位 這個機會 又有機會 就是建功的 瑞典籍的外援球員 格列治 好 這次陳志康 深海一浪被人押了位 被對方的大聯的外援球員 內克押了位 陳志康這個球 如果不浪 直接讓球漏下來 用左腳第一時間射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應該是有 一浪被人解圍了 好, 和仔右邊 出得漂亮一點 是出得不漂亮 最後是被對方的 後防球員 張欣華掃出界 又是陳志康 撈過來中間 看楊正光 一腳撈過來 兩個都兩個 這個就是格列治 找球 找得來被人解圖 厲害, 和仔貼這個球 貼得很漂亮 右腳各半一貼 然後翻步左腳拉地球 但逃不過大聯的審判員 韓文海 看這個球 很穩定格列治 看空間 總是不見過球 原來球在後面 你見黃絲這球很漂亮 翻步射這球很漂亮 但是在大聯的手上 韓文海 破海出底線 反應非常快 藍華的攻勢越來越多 所以磁相品開始有點焦慮 實力來說 事前大家預料 就是大聯萬大 應該會高於藍華 打下去其實 拉成軍勢 現在藍華的士氣 打得好 發揮也正常 大聯萬大 剛剛打了一場 是格列的聯賽 所以球員 似乎有多少的疲態 沒問題 沒問題 這個球也不怪是譚拔射 因為當時韓文海 脫手 作為一個前鋒 當然不放過這個機會 衝來撞 犯規就另一回射 但事實上 這個犯規可原諒 其實在比賽當日 在大聯的球迷會方面 也有差不多接近100個球迷 來到香港捧場 算是這樣的 在東北的地方 遼寧的大聯 來到香港捧場 捧場 捧場這支 上屆的甲衣聯賽 冠軍 在國內 他們的球迷組織 是非常之完善的 楊正剛 在上半場打得不錯 李劍華送過左手邊 給陳志康 陳志康過不了孫繼海 孫繼海 進去中間給李明 李明被藍華球員一壓之下又失了 打到這段時間 就是剛剛結束上半場的比賽 杯第二圈 第一回合的賽事 首先也在上半場 大家看過了 藍華在冰原有限的情況之下 在上半場打出一場好球 和中國的甲衣競女 相信很有機會 在今年再閃連冠軍的大聯 打成平手 賴迪斯拉夫殺得盛氣 但其實前面亦都打得很密 特別是中路防守的線方面 是非常穩固的 一個過頭球給了郭海東 糟了 陸嘉榮出來了 塞了位置 結果下半場打開球 之後很短的時間之內 立刻被中國國家隊的殺手 郭海東就適合了1比0 這個球就是25號的內黑 過頭球送到左手邊 顧錦輝已經失敗 再追 亦都追不到這位快馬 結果被郭海東把握這個機會 領先南華1比0 這個球的內黑 位得很漂亮很漂亮 沒有越位的情況之下 郭海東左腳一拉過來 角度稍大之下 右腳掃把腳一趟 趟他遠處那邊入網1比0 大聯終於打開紀錄了 看看南華的表現又如何 好, 直線位得很漂亮 一個位位過來 這個是金絲 金絲被右手邊出 這個球好像射球一樣 直接把球用腳面拉過來 散了南華的球員出界 角球開又遺漏了 看到金絲把球回後 一回後回了給隨橫 隨橫再後多少 這個球很高張 來死了, 瘤掉了 這個球 好, 終於瘤掉了 看看隔離字 比過這邊 陳志康怎樣 慢人一步了 對方的包抄亦都很迅速 這個球還未出界 好, 沿著白界 終於這個球撈進來 金絲拿到這個大聯合 這個球還未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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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幸好那邊沒有角度 沒有角度 沒有角度 這樣也會比 這個球還未出界 是黃桃的五峽 角度 右腳勾了這個球 來看一看 又位 位過來這邊 好, 陸家榮就出界 對方快一步 被對方的黃鵬 把球挑了軟柱側 再後, 海東把球叫回來 仍然很狹窄的角度之下 就被這個黃桃 用右腳勾了他入網 二比零 大連兩球球領先 形勢大好 第一回合 作下的賽事 大元很大機會 取得勝利 這個球還未出界 但他也反應很快 立刻打手隨 把球拍出底線 很意外 大家都以為 韓文海出來 這個球足以無經無縣 沒收 誰知道他雙腳齊齊是先腳 反應快之下 只是輸入角球 角球開始漏了 漏到格烈子的腳下 起腳射出界 瑞典的兩位外援 在今次的亞洲冠軍球會盃 另外一位 是華力臣未被教練選中 只是用3號的格烈子配合 現在看到拉迪斯拉夫和奧拉利歐出場 好波子人的金絲 比進去中間 可惜黃鵬射高了 他用頭錘歌 拉迪斯拉夫這下 覺得挺漂亮 然後再咬出來 可惜隊友就是黃鵬 認不出龍門在哪裏 射出界 射出龍門後面的觀眾的跡象 奧拉利歐一個高波 烈和根本也看不到波 只是向前走 波是漏了 不過韓文海快一步 下半場大連萬大力換了 進來這個 也有後備球員11號的魏二汶 這位是速度很快的攻擊球員 他推了進去中間 就被拉迪斯拉夫把他勾跌 魏二汶在最近 戴連在甲野聯賽中的賽事 這個球員一向都是正選 拉迪斯拉夫打得整件衣服都髒了 顯示他落地的次數很多 譚麥席回到後面 沒什麼壓力 李劍和現在才有球員來 是二汶來 被他壓過了之後 再給回到楊正江 楊正江一望 左手邊來直線 給得漂亮 陳志康看一下 處理得怎樣 但是韓文海也很聰明 馬上出來 出來的速度也很快 剛剛倒截了陳志康的單刀球 好 好了 譚拔士也相當努力 大家和對方 這個也是後備球員 18號的黃鋒下半場上陣 和黃鋒兩個 譚拔士 終於球證似乎出去 譚拔士拔截了後備球員的黃鋒 好 帶來曼達隊 在右邊有一次攻勢 他見到這個薏二汶 長長長長長長 長長長長長長 想滑落底線 死雞, 看看魏爾文 做了幾次落底線, 高峰的底線不行 第二次來了, 這次落到了 落到了, 拉迪斯達夫追不到了 啞燙燙出來, 爬低了波, 撞了過去 看看這個奧拉利奧這樣的解圍 解了落對方黃鵬的面前 被黃鵬順勢抽到波入網 還有一次慢鏡看這個混亂的鏡頭 拔住了, 黃鵬撈過來 沒有人的 為甚麼奧拉利奧 只是一個隊友, 陸家榮的守門員 他竟然在匆忙之間 踏在黃鵬的腳下 被黃鵬召入網 李建和在中場 彈過來右手邊 看看這個南華的後備球員 李斯明把球回到後 給和仔, 和仔後彈過來中間 隔離字, 整個過頭球 不行, 對方投肥頂出 然後朱曉冬彈過來這邊 好, 有三球球在手的大連 都穩操勝勸的了 第一回合的賽事 好了, 今次扯過來這邊 剛剛剛才是試試球的黃鵬 走過來左路找吃 喬一下, 喬一下 球轉, 阻礙一下 這個球撞下來 這邊又有分 魏耳文把球給後面的黃鵬 然後彈過來左手邊 來, 金斯最後給他 最後拿回這個球 在右邊邊碎 大連隊的大連的 郭海東彈彈過來 球證有沒有吹 吹罰 這個球又是拉迪斯拉夫犯規 球證吹罰 沒錯, 魏耳文 這下年少大打想過球 誰知道就被拉迪斯拉夫掃跌 發球開進去 就被龍門的陸家榮救出了 群智雄的後端 是比失了 浪棒直線給右手邊 中間有郭海東 看看郭海東有沒有機會 有 有了黃金機會 但是他頂不入 這個球其實他的頭槌 就頂到中間就可以了 誰知道他就浪高了 打到比賽的後段了 原青道夫的徐宏也殺到上來 有個壯場很漂亮 過了 面對就是龍門的陸家榮過了 最後這個二十歲的後備球員 黃豐 就射成4比0 這個單刀球一個直線位 南華後防平排之下 只有三號的加列子在十馬開外 雖然最後過了陸家榮 有多少拖泥大水 但是足夠時間射成4比0 還有很少的時間就完場了 南華的球員也沒有放棄 希望能夠在第一回合的賽事 輸也好 都希望打破光彈 機會來了 三號的加列子又打射 誰知道運都沒有了 中柱就彈出來 再看看李健和這個全中球 最後是怎樣 沒用了 被二十五號的內蝦解圍 踢得出界 加列子真是不幸 在香港的賽事上場兩次 有一場是銀牌對漁園的賽事 這場球藍華輸了 這一場對戴連萬達的 亞洲冠軍球隊賽事 球隊又是輸球的 整場的統計 戴連萬達所錄得的射門的次數 比藍華多於一倍以上 各球藍華反而比較多 第二回合輪到戴連萬達在戴連主場 會在這星期六進行比賽 相信藍華進級的機會很渺茫 除此之外 亦有三場聯賽 以及銀牌準決賽在這星期舉行 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 完場之前 再把這場球的入口給大家看一次 拜拜